我是吃素的 很多人知道我吃素之後 會有很多問題、疑問、擔心 甚至是挑戰 但是這裡大部分的問題 其實都是一些迷思和謬誤 所以今天我就想起跟大家說 在我吃素四年以來 被問得最多的12個問題 而最後一個問題 是大部分素食者聽到都會反壓 通常人知道我吃素之後 第一個反應都是 為什麼 以前的人吃素通常都是因為 宗教或許願的原因 但其實現在的人吃素 已經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理由 可以是因為健康、動物、環保 甚至是敏感等等 而我的原因是因為幾年前 曾經有一段時間 可能在網上很流行一些片段 就是去說肉食市場 如何對待動物 有一天 我在一天之內 同時間看了太多這些片段 我想我看了可能十幾二十條片 看完之後 我看到肉 我就有點想吐 所以那一刻我就想 如果是這樣的話 不如不要吃肉 其實現在很多餐廳 都已經有素食的選擇 因為我本身是蛋奶素 所以基本上 在餐廳裡面 任何的素食選擇 我都可以吃得到 或者如果那間餐廳 真的沒有素食選擇的話 很多時候 如果我跟餐廳說 酒素 他們都是沒問題的 但如果真的 真的不可以做到酒素 或者繁忙時間的話 其實我是可以吃鍋邊素的 即是肉和蔬菜放在一起 但我撩走的肉 只吃蔬菜 我也是可以的 其實素食裡面有很多的營養 都可以在食物裡面互相補充 通常擔心不夠營養 都是維持三個 第一個就是蛋白質 最多人物就是這個 其實菊類 豆類 堅果 蔬菜 水果 甚至菌 都一定的蛋白質和氨基酸 有些人會說植物性蛋白質的吸收 是沒那麼好 或者是一個不完全的蛋白質 其實食物裡面是可以互補的 例如豆類裡面會缺少某種氨基酸 但在菊類裡面會缺少另一種氨基酸 當你把豆類和菊類一起吃的時候 它剛剛好就可以補充各自缺少的東西 而你就可以吸收到一個完全的蛋白質 第二樣東西通常都是說鐵質 就是女生不應該吃素 因為會缺鐵身體會不好 其實植物性的鐵質裡面 你也知道有些植物 蔬菜水果是很多的鐵質 例如可能是菠菜 紅燕菜 都是有食物可以補充我們身體 令我們的身體吸收鐵質吸收得比較紅 例如維他命C 所以有時候我家裡煮菜的時候 我都會加少許檸檬汁 或者如果你在外面吃的話 你可以喝一杯橙汁 又或者你喝一杯檸檬水 其實都可以好好幫助你的身體吸收鐵質 第三樣東西就是B12 B12主要是發酵食物 又或者是蛋黃裡面可以吸收得到 如果你在日常生活裡面 真的無法吃到這些食物 或者是不太方便的話 其實食物品都是一個很好和很方便的食物 很多人知道我吃素之後都會說 你是不是想減肥 因為食素也吃不飽 可能會留在食素等於吃青菜 或者吃沙 這些好像沒有什麼味道 又沒有油又沒有蝴蝶粉的食物 其實很多人在初初吃素的時候 尤其在不懂得吃素的時候 會很容易越吃越肥 或者甚至越吃越不健康 因為他吃蔬菜不飽 於是他想飽肚的時候 就會吃多一點的澱粉質 不論是飯、麵、薯仔 或者其他澱粉質 而你出去吃東西的時候 其實外面的素食為了令它更好吃 所以會加了比較多的調味料 甚至是一些油份 這些全部都是一些不健康的元素 都會令你吃肥 但是它確實是可以令你飽肚一些 平時如果你想吃得健康一點 又可以持久地吃素的話 其實只要你補充一些健康的油份 包括検果、牛油果等等 然後再包括一些蛋白質 和正常的澱粉質 其實是可以吃得飽到 而需要因為這麼容易減肥 很多人都覺得我吃素很慘 但我其實一點都不覺得慘 可能因為我本身就不想吃肉 可能大家覺得我慘 都像剛才一樣 你感覺上我只能吃青菜 吃沙律 又或者你覺得很多很好吃的肉 我都沒有辦法吃 但這個有點像一個不吃榴槤的人 你跟他說 你吃不到榴槤 你真的會欺負一些 但其實他本身就不吃 他根本沒有這個渴望或者渴求 所以他根本什麼都沒有欺負過 又或者是一個不吃臭豆腐的人 其實都是一樣的 如果他不吃那樣東西的話 他吃不到是不會覺得不舒服 唯一會覺得不舒服 就是他不是真心想吃素 而是覺得某些原因 我需要吃素 或者想試一下吃素 但他還未準備好的時候 或者你會覺得有慘的感覺 還有另一件事 就是大家都會覺得 吃素是一件坦而無味的事 雖然蔬果本身的味道不太多 但他本身有鮮甜味 所以只要你配合適當的烹飪手法 又或者調味 甚至現在其實有很多很多植物肉選擇 所以除了口感不同了之外 其實味道都可以有很多變化 尤其如果你有機會去到一些素食的店 你會發覺原來這件事都可以做成素食 我想在吃素的年兩年左右 我真的有想念一樣食物 就是雞翼 我真的從小到大都很喜歡吃雞翼 剛剛開始那段時間 如果我聞到有雞翼 我覺得很想吃 但我會走開 儘量避開他們 但過了這兩年之後 其實就沒有這件事 因為一來我開始習慣 二來我已經發現我掛念的不是雞翼 例如炸雞翼 炸雞翼 外面那層脆脆的皮 但在這兩年裡面 其實已經開始有些炸素肉 或者是炸素魚柳 炸素雞之類 我已經開始可以吃煎炸的味道 我就覺得其實OK 我已經很習慣吃素 我自己沒有試過去偷吃 因為吃素久了之後 其實會對肉沒有了渴望和渴求的感覺 所以真的沒有偷吃過 至於不小心吃到這件事 其實因為我是可以接受到鍋邊素 所以有時候確實真的會不小心吃到 又或者有時候不知道那個肉會吃得到 通常這時候是會吐出來的 又或者有時候 它的肉味實在是太濃 對我來說 太濃的時候 我會有一點反胃的感覺 食素這件事對我來說 只是一個飲食的選擇 或者一個飲食的習慣 所以如果我真的不小心吃到肉的話 我只會吐出來 我不會對自己有一個懲罰的機制 因為我不是真的違反了某些條例 再加上可能因為真的不是宗教原因 所以我覺得吃到就是吃到 如果吃到的話 我就會記住這件事原來不是素 是肉 我下次就小心點 就是這樣 可以啊 其實大部份的素食者都沒有這個問題 因為始終我們生活的空間 都是肉食比素食多 再加上我們身邊的朋友 家人 甚至你外出吃飯 其實都看到很多人吃肉 所以我們通常都沒有什麼問題 唯一的問題 通常都是面對生肉的時候 起碼我自己是這樣 因為如果我看到生肉 我會覺得很腥和很大陣味 因為我們吃素久了的時候 其實會覺得肉的味道 會到我們來說是一些很敏感的味道 譬如有時候 當然很少人會在我面前吃生肉 但譬如可能是sashimi 壽司等等 那我就會覺得 對我來說是有點困難 所以大家不用太擔心 在我們面前吃熟了的肉 只是生肉 可能就需要留意了 但是如果那個素食者 真的覺得不舒服的話 其實他會主動告訴你 其實我聽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就會有點疑惑 通常我問的時候 他就會告訴我 那你就一定要找一個吃素的男朋友 但其實對我來說 這只是我的飲食習慣 我不會要求對方跟我一樣 我唯一的要求是 希望他可以尊重我的飲食習慣 其實這個有點像 不論你想減肥或是要增肌也好 你是會有一個特別的 diet 你會希望對方可以尊重你 你未必需要對方跟你一起做 但是你會希望對方去容許 尊重你自己的飲食 其實這個是一樣的 而我的男朋友 其實他也是吃肉 我對這東西完全沒有問題 跟上一個問題一樣 其實只要他不在我面前吃生的肉 或有一大堆生肉在我面前 其實我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唯一一個問題 就是如果對方吃完海鮮的話 可能比較難去親吻 因為我會覺得很腥 其實素肉對於我剛剛開始吃素來說 是很重要的 因為我由肉食者轉做素食者 它是令我有一個比較好的過度的 我剛剛開始吃素的時候 因為未習慣 其實我經常都會想著肉食的味道 但我又不想真的吃動物 去傷害動物 所以我會選擇這些素肉 而當時其實我都吃得很多 但是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當我開始習慣了吃素之後 其實我很少會再吃這些素肉 但有時候會想吃 是因為我也想有一些不同的口味 剛開始吃素的時候 其實我也有想過這個問題 甚至也想了可能年多兩年這個問題 因為我一開始吃素的時候 就是不想見到動物受苦 我覺得吃牠的時候 我會自己有不舒服的感覺 甚至我看到肉都已經想咬了 但是我想了年多兩年之後 其實當我吃素久了之後 這個問題就已經是會迎刃而解的 因為吃素久了 我會對肉味或者海鮮 有一個很敏感的感覺 海鮮對我來說 已經是變成一個很腥的一件食物 又或者肉對我來說 是一個很濃烈 甚至有一些我會覺得很鬆 有時候不覺得吃肉 我也會覺得 那樣的 所以我想去到 如果我真的看到Happy Animals的時候 那個問題已經不再是 我可不可以吃 而是我想不想吃 因為現在的我 其實已經沒有那種想吃肉的衝動 這個問題真的大部分素食者 聽到都會想反應 這個問題其實我聽到 會覺得有一點點挑戰症 但是我覺得有可能 是因為某些素食者 比較激烈 會告訴你 你不應該吃肉 你應該吃素 你這樣傷害生命 令到非素食者 會覺得我有被攻擊的感覺 於是他會提出這個問題 又或者有些人可能 我告訴你 我不想殺生 但你會直接想到 其實植物也有生命 那為什麼你又會吃呢 可能也沒有攻擊性 我不知道 但是這個問題 我自己有聽過一個 我覺得個人覺得很好的答案 就是 當你生命體的時候 你需要盡食才可以生存 當然如果你可以做到 完全不進食 依然都可以生存 你簡直是大師級 那當然是最好的 但是這個世界上 有多少人可以做得到呢 如果做不到的時候 你必須要進食 現在如果有兩個選擇 你可以吃人 或者可以吃動物 你會選擇吃什麼呢 我相信大家都應該會選擇 吃動物 會吃相關性較少的一個 如果現在可以選擇 你吃動物和植物 你又會吃哪一樣東西呢 其實是一樣的道理 我想我們選擇 純粹是傷害性較少 或者是我們能力之內 可以做得到的選擇 而不是所謂去考慮 究竟這個叫做殺生 還是不是殺生 這個究竟是有生命 還是沒有生命 如果你是一個素食者 可能你都被人問過這些問題 又或者如果你是非素食者 對素食有興趣 或者是有疑問的話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Like、Subscribe 和按鈴鐺鐘 拜拜